Hello大家好 本期的一个绘本上新实物视频呢 将拍摄的就是镜头前的这一款 来自赫曼出品的Vintage立体机关绘本 那这一款绘本呢是早年发行 它呢发行于1995年 距今呢已经过去了整整的28年了 所以保存不易 难免会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在这边 它的边角位置呢是有一些小小的修复痕迹的 然后翻到绘本背面呢 它的书籍位置 这边呢会有一处开裂的修复吧 目前是没有开裂的一个状态 别的呢其实还好 那话不多说翻开绘本呢 这一款绘本呢是一个圣诞主题的绘本 它呢向人们展现的是呢 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欢度那个圣诞节的 然后呢不同的国家的人们呢 会有不同的庆祝方式 那这个页面呢是一个立体的机关页面 这边的一个机关呢是可以拉动的 拉动之后呢这个门针眼睛的小女孩呢 就会挥起她手中的那根小木棍 然后呢因为这是一款立体的绘本吧 所以翻开的时候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幕又一幕立体场景弹跳出来 关于绘本的这一页呢它是有两处修复痕迹的 在分别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这个修复呢就是乍一看可能会忽略 但是要仔细看的话呢会发现是有一些修复痕迹的 那这一扇小门呢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屋内的一些小东西吧 看到绘本的这一页呢是一幕立体的居家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可爱的女孩子和她身后跟着的一群小男孩 以及他们家的一只小白猫 他们呢手里呢这圣诞的一些饮料茶点呢 要走进他们的小屋 那小屋门把手这边呢会有一处小小的留白 是收到的时候就有的 所以呢 进于这一款绘本的一些使用痕迹呢 最后会以一个特贵的价格上新 但是呢这处小小的留白呢 对绘本本身的阅读使用呢没有太大的影响 翻到绘本的下一页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群阿拉伯地区的那一些人民 那些小朋友呢都有一张红扑扑的脸 还蛮可爱的 他们的一些日常的 给伴他们的动物呢就是这样可爱的骆驼了 翻到绘本的这一页 又是一个居家的场景 居家的场景里呢 就少不了这么大的一棵圣诞树 在圣诞树前呢 孩子们呢就互相的拆着他们的礼物 然后到绘本的这一页 也是一个室内的场景 那它看似是一个室内的场景呢 其实他们家里就布置了一些 关于耶稣降临的那些小道具 然后呢还能看到窗外的老奶奶 接着是绘本的最后一页了 绘本的最后一页呢 有一些北欧的风情 这一些 最后一页的那些男孩子啊 女孩子啊 他们的脸庞呢 看上去都有一些像小精灵的那种感觉 当中呢会有一个 类似于圣诞老人一样的人物呢 骑着马带着礼物呢 来到他们的身边分发礼物 好了呢本期的一个绘本上新食物视频呢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